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如何去问人家这是什么 这里有一顶帽子 我们怎么样问人家这是什么呢 guess que say guess que say guess que say就是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e dan shabo se dan shabo 要注意一下 se后面的t跟an前面的u要读连音 读成se dan 其次要注意的是shabo帽子 它是一个阳性名词 所以它前面的贯词用an an就是以前我们学过的i或是a 我们再读一次 guess que say se dan shabo guess que say se dan shabo se d'un double 同样的se跟un 中间要读连音 其次是double 也就是table的意思 它是阴性名词 所以它前面的贯词呢 我们就不用an 我们要用un 法文中的a 就是一个 或是不定贯词 在阳性名词前面我们用an 在阴性名词前面我们用un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玻璃杯 guess que say se dan ver ver是个阳性名词 所以前面的贯词用an 有个阳性名词 有个阳性名词 学到的句子 让自己习惯法文的发音哦 我是Celine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Au revoir 再见